你好 今天在這裡看到阿楓和她們有沒有照顧 有啊 有啊 姐姐有沒有最喜歡穿搭技巧 其實我很喜歡問媽媽 所以我有什麼新設計 或想買的衣服 我都會經過媽媽的委託 不是委託 問她的意見 我才會買 或者這樣配不漂亮呢 不過我最近很喜歡穿藍色 特別喜歡藍色 有沒有跟媽媽都聊一下 可能平時襯衣服 或者收拾衣櫃的 都會的 真的會的 我幸好又有兩個妹妹 我們全部都是女生 穿衣時都會問其他人的意見 就是我這樣襯好不好 這樣襯好不好 其實很多姐妹 我知道她們都會搶衣服 但我們不會的 我會這樣跟我妹妹說 我可不可以借你 借一借 不說哪件她都已經會借 或者她來我的房間 拿任何東西我都無所謂 所以我們全部都分享 有時候我都穿媽媽的衣服 我覺得有媽媽和有妹妹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有什麼姊妹的衣服 都姊妹的衣服 有的 但我原先喜歡跟十九歲的妹妹穿 有可能她現在長大了一點 就不想跟我這麼配 我們現在不是同一件事 有時候我想跟她同一個色調 因為我經常都有提出 不如我們穿一樣 然後她就說 一個色調 穿一樣 走出去有少少搞笑 但我仍然覺得很可愛 我也很想跟她們穿同一件衣服 會不會大了有些要求 所以她才知道 也是的 穿衣服 她現在很帥 她穿衣服 她是怎樣穿衣服 她會放多些努力進去 可能我就會 普通看好不好看 但她又會研究材料 又會研究顏色 所以她是一個 fashion icon 你們喜歡的風格 是不是都很不同 都挺不同的 她喜歡嘗試很多不同的 類型的衣服 我最近比較喜歡穿裙 這些單品比較會穿多些 她穿褲 有 還有看到你最近是 一次面買主持的牌籤 那一個語言的主持 你喜歡的嗎 是啊 我覺得 因為我經常都是 你們這樣訪問我 我也想嘗試訪問 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樣很cool 我想嘗試 所以什麼都想嘗試 有沒有她的心恨 她的心恨 她的心恨 全部都OK的 因為我第一次做主持 我覺得很新鮮 所有東西都很新鮮 我接下來都會做一個 叫快問快答的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到時的這個節目 不是 是我Instagram的節目 都可以的 有時這些問題 我會先問媽媽 你覺得我問她這個問題好不好 或者她會給我一些意見 例如她會問 你可以嘗試問她們 如果外出要帶三樣 每天要帶哪三樣呢 我媽媽其實都給我很多意見 很多意見 我喜歡問一些 有可能 一些人平時不會問的問題 又或者 譬如 如果你要有一個 Super power 會是什麼 就是問這些 比較少問的問題 我覺得都很interesting 我覺得什麼主題都可以的 或者到時又問問別人的狗 我有兩隻狗 所以我很喜歡動物 我暫時沒有考慮 但其實很多電影都找過我 有很多導演都會過來問我 想不想做 我暫時沒有這個計劃 還有我爸爸媽媽都想我輕鬆些 做些好像現在這樣 短些的訪問 覺得會比較 壓力沒有那麼大 數不到 都不少的 真的不少 都沒有 對 我暫時沒有想 拍戲 我媽媽其實就是不想我辛苦 我覺得到時候 如果我想的話 她都是看我的 因為我做什麼 我爸爸媽媽都很支持我的 但是 她們就最怕我辛苦 對 所以現在就是朱田人嗎 半個 半個 現在不是 都是想做 好像你們那樣 如果想問問題我覺得很酷 很辛苦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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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很酷 對 對 實習 很酷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